快快快點 啊 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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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累 快點 哈哈哈哈 只有 我也只有 哈哈哈哈 那怎麼會你去學爸爸 哇 哈哈哈哈 你以為下來 帶小朋友來看一下 小時候去跟他講 你記不記得都有買什麼 喔 很多吧 像他櫃子上面的那些糖果啊 都是以前小時候都會買的 還滿有 那個古早味的 對啊 小時候好像比較多喔 對 我小時候就最有的糖果了 對啊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你有看過 幾乎都有看過 嗯 對幾乎都有 都有看過吃過 對啊 就是一些糖果啊什麼的 對都有 那個草莓糖小時候也吃過 喔真的喔 對啊 因為以前小時候都是那些 哥哥姊姊帶我出去玩 然後就我想到那個 以前小時候 我最常玩的搖搖馬 還有一些頂嘴的部分 畫面上是在中正區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舉辦的2024基隆眷村文化節 以懷舊干嘛點為主題 吸引許多民眾還有家長 帶小朋友一起來拍照留念 其實我們這次的一個活動 在舉辦 我們就感受到其實 金融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多元 融合的一個城市喔 不管是我們曾經的一個記憶 還有就是我們港口 或者是我們原住民 甚至我們新住民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 甚至當初來台的這些 所謂的國軍喔 都有展現出他們不同的一個 他們曾經的一個家鄉的一個感受 那金融就是這樣一個充滿復古 懷舊好玩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 讓大家感受不一樣的金融 是啊 因為我今天也來這邊找回 我二十幾年前 剛來台灣的時候其實 鹹生地啦 鹹仔點 還是我們的很多 這個吃完嘴巴會紅紅的 還有一些我們說的台灣LV的布袋 其實都是可以來這邊找到我們的回憶 所以孩子來看一下 三十年前的阿公阿嬤的回憶 讓阿公阿嬤來找一下 我們三十年前的回憶 開幕活動中 基隆市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 跟基隆市政府兒少處長林立禪 及市議員陳冠宇 還有鄭沙里與新峰里的里長 都到場參加 進行攤位巡禮 融入充滿古早味的吃喝玩樂 帶領民眾走近舊時光 也展現基隆多元的文化背景 我小時候在眷村就是長大 那個記憶對我到現在都非常非常深刻 當時的味道 當時的人 當時跟人的互動 然後市場等等 你可以從一早吃到晚上 那個是我很寶貴的童年記憶 那基隆市曾經是在全國裡面 我們的眷社 各式各樣的眷社密度最高的縣市 可是你當然看到現在整個基隆市 就是高度發展跟開發之後 這些眷村已經慢慢慢慢消失了 可是人還在啊 雖然房舍不在 但人還在 料理還在 味道還在 所以一直都很期待是說 基隆市透過眷村的這種老聚落的文化 讓基隆市可以更被大家看見 以前我們以前早期發展的那一面 像我們的話在地 在地為了創造就業機會 那我們這個勞動部就配合了 然後說配合了十幾年了 那我們就突然產發了很多的新產品 那我們產品當中 像今天來推廣的話就是傳統泡菜 來我給大家看看一下 來 我們的傳統泡菜 然後還有在這 小秀長喝的烏梅汁 用中藥燉的烏梅汁 傳統的秘方 類似研發這種產品 當然了我們又自然研發了 將養生 養生的東西就是涼麵 來不好意思我打開一下 全部講是養生的 所以它裡面的果醬 全部是我們研發的自己磨醬 所以勞動部它帶給我們很多生機 那我們已經有勞動部的人力 然後產發了很多很多的產品 今天出來為應擠的關係 涼麵 泡菜 烏梅汁 基隆眷村文化節精心安排的各項活動 吸引許多大小朋友一起來體驗 也進一步認識基隆這個多元文化融合的港都城市 和溫暖的人情味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有期望 有期望 文化